我辞职不是为了休息 是为了能马上加入你的时尚网 为了周胜 你都知道了 你当初拒绝我的邀请 是为了周胜 你离家出走 抛弃我的女儿也是为了周胜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让我怎么开口呢 我也是那天才知道 原来害得你们一家分离的 就是她 你跟周胜现在还有感情吗 如果之前说一点没有 那是骗人的 毕竟我和她之间 还有一个女儿 她毕竟是小云的亲身父亲 我阻止他们来往 是为了保护小云 可是现在小云生死未卜 我对她 没有任何情分 剩下的 就只有怨 和恨 是周胜 逼死了我的丈夫 周胜 逼得你离家出走 抛弃了我的女儿 现在 我的女儿又跟周胜的儿子 周玉祥结了婚 他们俩又分道扬镳 你说 你说我跟周胜 怎么有这么大的孽缘呢 我现在只剩下甜妞儿了 可她偏偏不肯原谅我 是我不好 是我自己造的孽 该由我自己来解决 为了帮小云讨回公道 也为了向你和甜心赎罪 我无论如何 都会帮助你 打垮周胜 报复周胜的时刻 到了 我已经打过电话去深圳 还有杭州 给那些独立的经营商 他们都说好了 如果我们批量生产的话 成本还可以压缩一点 我也给一些 过去合作过关系 比较好的电商打过电话 他们也愿意加入 我们的时尚网 我这边网站介绍 事实和管理都没有问题 我已经和IT部门联络好了 大家都做得很好 我这边也拟好了一些 刚开业的促销活动还有计划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的时尚网要凸显特色 才能和容易购 还有淘淘网 这些已经在群众心目中 打下基础的购物网站 同台竞争 说得不错 要想做出网站的特色啊 我们必须找几家 性价比高 销售量最好 最有名的潮店 甚至可以找一些 国际上的知名品牌进铸 一来呢 可以通过他们的影响力 增加我们的客户 二来我们也可以相互补台 利用他们的特点 来加强我们的影响力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郑宛若女士 从今天开始加入我们时尚网 成为我们网站的专业顾问 我反对啊 你反什么对啊 我想起来了 上次淘淘网的事啊 也是因为阿姨你才反对 你现在又反对什么意思 姐 像宛若阿姨这样能力优秀 又经验丰富的前辈来帮我们 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事 你为什么要反对啊 你们都误会我了 我反对 不是因为她 做了什么让我不高兴的事 或者说她能力不够 我主要是觉得吧 现在咱们时尚网刚刚成立 工作量这么大 她现在这种身体状况跟精力 我怕到时候 到 到时候 甜甜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我 我没关心你啊 我只是怕她万一在工作期间 你说我们都在工作 她又晕倒了 咱们还得照顾她吗 你关心人家就关心人家嘛 最怕还硬 阿姨 她很关心你的 甜甜 我真的很高兴 你关心我 其实 你不用为我担心的 正是为了小云 我才来到这里 跟大家并肩作战的 虽然小云不在我身边 可是我看到了你 还有甜心 我就觉得 我的女儿 好像都回来了一样 我心里 真是太高兴了 我真心地希望你 能接受我到这里来 跟你们一起工作 那个 这 这是人家高总把你请了的 他都同意了 我能说什么 我在这儿说了也不错 行了 有反对的吗 那没人反对了 那就大家都赞成了嘛 好 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是个大家庭了 好 太好了 宛容阿姨 我代表大家欢迎你 谢谢你 坐 来 我们讨论一下 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 喂 您好 哦 我们是时尚网总部 啊 你要加入我们 好的 哎呀 我们接 我和这两个 不让我接 喂 时尚网 啊 你要加入我们啊 哎 好 好 好 那您留个电话和姓名 我们会有专人跟您联系的 这个地方 我来 您好 嗯 您要在我们这儿上架 当然没问题了 您啊 哎 没问题 没问题 啊 回头跟您联络啊 你看 你来了以后就有好兆头 是吧 我想我们时尚网 一定能够打败 容易够 先生 您需要点什么 咖啡 谢谢 哦 您稍等 怎么样 你们时尚网筹备得如何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尽管说 这么说 真的是你告诉那些名店 跟朝店 让他们来加入我们时尚网 你都知道了 是那些店家不小心说出来的 还有 之前帮袁平出主意 叫他逆向思维 解决黑心祸事件的人 是你 对吧 你为什么要帮助你的对手 我不认为我们是对手 同行也不一定就是冤家嘛 良心竞争 反而可以给消费者提供 更多元化的选择 这样一来 可以让产品的品质得到提升 对你 对我 还有对消费者来讲 都是一件好事 何乐而不为呢 我知道是你的好意 可是 你是担心高总和宛容阿姨 并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反而会以为 我们容易够公报私仇 异香 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 公归公私归私嘛 他们上一代的事情 我们不能多说什么 只能尽量去做 你就不要一直看得为难了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好吧 除非你看不起我 认为我们容易够 不是你们时尚网的对手 怎么会呢 不会就好啊 那你就尽管全力以赴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呢 我们一起公平竞争 好吗 异香 谢谢你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等着看我做出一番成绩 我知道你行的 我知道你行的 加油 你也是 我还有事叫忙 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 路上小心 我换了手 我认为你 我一回答饭 我看有没有 是